本短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结过去哦 君主计划 神秘组织与怪兽之谜 有始有终第十集 地球空洞书 再次来到地理世界 并且找到了金子党 蛮惩的一部剧 跟着一起追哥吉拉的最终章 猜看看彩蛋的惊喜 最后还有隐藏版的这只神秘嘉宾哦 哦 追哥吉拉终于也给他追到了最终章啦 第九集最后很惊险的生死一瞬间 有人出手就凯特 可也是在倒数第二集的最终目 哼到了金子先生 哈 所以网友还是有怀疑在说了 说不定有可能在地底另外生的小孩 书女之类 好了 接下来就看到了在第十集一开始 透过凯特跟这位神秘女子的对话 没有错 最后一集一开始就确认了她是金子无物 也是在君主计划 神秘组织 神秘怪兽之谜最后一集 透过了这边的几个角色的地底世界想办法要出去 在地球表面另外一批角色的影音作为 要来带大家看到的是 不只是这部影集一个段落 这是有回忆连接的哥吉拉2 怪兽之王 可以说这个是哥吉拉2 怪兽之王的前言续曲 算是解答了当时顶级神经如何冒出来的 而这中间又是怎么一回事 但还没这么快 先是来看会到凯特相认 他从没见过面阿嬷的这一段 来说一下这一种很科幻神奇 同时也敢开的状况 前面剧情就看过了他骂年轻的照片 凯特也大概知道他们在废弃和炼场 金子的遭遇 所以在这边过没多久 回过神之后 凯特就问他是不是金子 虽然用访问的语气回应 但这边包括后来剧情的发展 等等亲近就也说明他就是金子 没有错 问题是金子看起来这么年轻 这个很明显的在地底世界的时间 跟地表上面不一样 或者说金子在地底待的时间 其实并不是很长 而一开始凯特也只跟金子说了 他叫凯特 并没有直接说明他跟金子的关系 或地表已经过了好几十年这些 反而就结在梅安韦 也就在凯特跟阿嬷走的同时 看到了另一边 地表上面的东京这边 前面副子从缝之后 接着另一段广之跟剑太郎 是有点脱气的谈话过程 不得不说的是 他们认为有怪兽疏摸或者是阿公阿嬷过去剧情线的部分都还是不错的 但白比在现代剧情的部分会可能有太厉害 怎么说呢 是有一种无心的部分 脱太长 有一种想要刻画情感的成分 像这三位年轻主的 凯特、剑太郎跟梅 都有一些他们个别回顾篇章 不过给人感觉又显得是多余 因为喜欢观众打架观众会觉得那不是他们要看的重点 就举例来说 广之终于回到他东京的家这边 他跟剑太郎对话 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 可能会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追观众原因会更多于他两边家里之间 最后他如何做取舍吧 只是呢 广之追观众原因这边揭晓了 广之目前也还没什么太大策略 只是想验证 弟弟的观众世界 过去他老爸老妈的想法是真的 而人类要如何在观众世界之下深处下去呢 看起来 其广之还没有具体的想法或做法 所以在谈话当中 广之是邀了剑太郎加入了研究 但剑太郎还在生倒霸气 这边并还没答应他老爸 想必大家跟Double一样 观众世界之下发生的事情会更深于地表上 他们那对父子有的没的争执吧 嗯他们原本都以为凯特他们就这样聚聚了 过来也还在位 到底要不要去帮找凯特的事情再吵 而W还是带大家来看看 在凯特认错了金子 金子带了凯特走一段之后 他们过来先是碰到没 W个人是认为呢 以这边凯特关心没那样程度 如果聚硬工厂 搞不好就会看到他们发展出类似变恋情 是不是呢 不过这个并不是这边的重点 这边的重点在于要来看看金子 再次跟李重逢的情境 刚开始李还躲在一旁 不管时间露面 因为这边金子还不知道地面上 已经过了50多年了 根据金子所计算 他被困在地下才过了57天 他其实以为现在还是1959年 时间才过几个礼拜 里面说到了 引力流取效应加上磁空流取效应 用这样的方法简单解释过 来为这样所造成的实验差 总之也就在这样的重理之下 李接着出来跟金子重逢 然后说到广赛活着 乖凯特也来跟他的阿嬷相认 好了 空洞罗素加上怀特罗素 父子联手 必须要说的空洞事业那里 才是这出戏的主灵魂 是不是出现在整部影集 每个最重要关键时刻 从最开始1952年 李第一次见到金子开始 过去回过军线 他们三剑客每一次冒险行动 说实在的 他们三个人戏份没有现代的多 是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啦 但W个人是认为 其实比现代军线还要好看 有重点还要有意义 就像这里 今天过了1959年 在失去金子的痛 一度1962年下落了地理世界 但跟金子失失交臂 过来又这样 蹉跎30多年之后呢 才有再一次 虽然正是一次意外掉下来 但就很不可思议纪元 终于让他们地理世界 再度重逢相聚 这一点确实有洋葱 也是有感动人的部分啦 不过 他们两个 最后能不能走到Happy Ending 哈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等等后面要再来看看喔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幕 下来说明一下 李在1962年下来时 过来有被捲回地球表面 那是个阿玛辐射目的器 还有球体座张 当时其实是被留下来 而现在刚好 就变成他们这次逃出去的交往工具 说是赛德 其实不用穷鱼坐舱 应该也没关系吧 只是没坐舱 无法保证大家不会被冲上 W也是不在确定 这里面这样设定 浮不浮和科学啦 故意性只掉下来 你被捲回地球表面 或像这一次 他们三个掉下来 都是没有什么保护 但掉下来就掉下来 被续续去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碍 不过接下来 李所想到带大家回去的办法 还是趁烦了 利用他们三次探射 所留下来东东 包括他们四个要搭乘 坐进那个球体座场 也再次利用了 这颗卡拉玛辐射模拟器 要来吸引怪兽过来 而剧情安排了一段 他们四个搬运模拟器的情节 好啦 虽然这段剧情一样 也是有点小兔 但刚才 这次他们就被冲锋后 很难得了一段对话 所以W个人认为 是有其存在意义 因为后面点 大家也就会知道 在系列建设准备好 你就算以为都安排设定好 准备要回地球表面 呵呵 还真以为编辑机会给你们这么顺利 好过吗 W的这部的科幻情节的设定 是有比较扯啦 事实上 他们这个系列的科幻设定 真的都很扯 但还是来帮解释一下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哦 像里面说到裂缝 分布在地球表面上的一些裂缝 对这些贪婪去说而言 就像是传送点那样 其实这个是怪兽 传送在地表与地底的出口 而每当怪兽进出时 也就会像打开一个传送门那样 这部里比较成的是 当怪兽进出时 他们打开传送门瞬间 其实没保护 没有硬据 几个最后角色 好几次可以安然无视 来回传说两边 还记得科技娜 当然金刚为了克服重力反转 他们是达成了 特资的空心地球飞行器 才能够传说 好了 先不管这个 就当作没有特资飞行器 他们传说两边时 就是会出现跳跃失控的副作用 然后快看到了 你打开干嘛辐射模拟器之后 没有想到 现实以来 本来最低以下的 李子龙 怎样不行 在裂缝打开之前 如果被李子龙打乱 他们就回不去了 所以咯 再次看到了 后面有一连串的波折 也再来捕捉一下 地表上面发生的一些剧情 有段时间儿子都不想理他 不过后来看到 提姆把军徒计划 车到了数据 他们车到地底下 发出了辐射值 不合理 提姆拿给剑太郎看 怀依凯特他们还活着 所以提姆说服了剑太郎 他们过来 在一起去找广志 而故外 剧情再带回到地底下 终于 来到怪兽迷 想看到重点的 先是出现李子龙 你因为连结模拟器的线脱落 跑出去要把它接好 为了从其他人回去 席任自己留下来 心中很深默想 希望不要发生这么随小的事吧 然后就来李子龙又再次飞过来 要攻击那一刻 光目之下 另一只旁刀 猫出来 是戈吉拉 戈吉拉过来大战李子龙 没有错 结果当然是我们哥拉获胜 实在是旁 并把李子龙给丢得远远的 只不过接下来在球里座上 被吸进光的这一段 即使金子很努力要拿李进来 但还是没成功 再一次留下遗憾 也跟着李掉下去 而其他人后来回到地表世界 总结来说呢 整部剧主计划的故事 大架构是好看的 包括WZ说的 太阳剧说环节 以影集规模来说 整体的效果 震撼程度 可以说还是非常有诚意的 不过老实说 实际的剧情 真的有点拖了 以这边低级人数 级数大概剪辑到6到8级 会更加把 而就在禁止凯特跟梅 他们回到地表 哈 也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 其实已经是2017年 然后从这边看到了 剑台兰广志 也很幸运的是 禁止跟广志 他们母子再度相聚了 但除了一套之外的 所在的地方是扩托岛 最后一幕 还有特别来宾 金刚出来 客专怒吼一下 这边基地 其实是由顶级神经 机械企业初次打造的 意思是 广志他们 后来找了顶级 波安达合作 而也就是说 在扩托岛 这边研究 看一下时间续 这边是在 哥吉他2 怪兽之王的两年前 虽然哥吉他2 怪兽之王 没时间提到顶级 不过可以大概 脑补一下 他们之前研究的技术 将现在实际验证的 红星地球的存在 就是演变到 后来哥吉他 大当金刚时 顶级的崛起 然后也来聊一下的 后面还会不会有第二季呢 目前其实还没有明确消息 说要拍第二季 不过可以来聊一下 相识要如何 根据说共存 根据后面几部电影的发展 大家知道 顶级他们这边 后来研发出了 极限哥吉他 嗯 这其中的过程 也好奇了 这个会是谁的发想呢 还有大家说说 你真的挂掉了吗 等不认为 不一定 他们几个主要角色 好几次掉下去 都没事 这个或许可以在 哥吉他2 金刚新帝国来看看 新帝国将会带大家 一探更多地理世界 神秘的一面 大概就这样了 也期待很快 今年的新帝国 还有什么意见 汉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来讨论 君主计划 神秘组织 与怪兽 吃迷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 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 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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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